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保持联系 终于在1891年6月2日 两人在这棵橡树下举办了浪漫的婚礼 从此很多单身浪漫主义者开始给橡树写信 1927年新郎橡树也重视拥有了自己的邮编和地址 已经退休的邮递员马腾斯说 现实中的相亲或代理相亲一上来就开条件 网上那些约会婚恋软件主要是看演员 而这棵老橡树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带浪漫和魔力 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从1984年起马腾斯就成为了新郎橡树的专属邮递员 来看信的人去遵守一条规则 看完后如果不回复要将信件放回树洞 1989年马腾斯在一档电视节目中 讲述了一段段橡树下的爱情传奇 节目播出几天后他发现竟有一封寄给自己的信 我很想认识你 你是我的菜 我也是单身 1994年马腾斯与这位写信的姑娘也在这棵橡树下举办了婚礼 自从老橡树被写进哥德学院的教材之后 每年都会收到一千多封世界各地的来信 其中有一封来自中国史家庄 这位单身帅官想知道有没有哪位德国姑娘想找一位外国人做男朋友 2009年4月25日新郎橡树也告别了单身 与200岁的天公伶俐结婚了 如今甚至还有一对对通过橡树相识并结婚的老朋友回来看望老橡树 现在新郎橡树的身体在一天天变差 而马腾斯也被确诊患上了白血病老人说我们都还在坚持 我还会爬上木梯看看曾经的一切 还会来陪老朋友静静的待上一会儿 以一枚邮票的价格可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愿所有往这个地址寄信的人都能够通过新郎橡树 遇到生命中最纯粹的缘分 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行影不离